近年来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升高 最新统计显示 至少11所高校本科应届毕业生 读研率达到或超过7成 名校北大清华比例更接近8成 有学者分析认为 这与中国经济下滑 青年人失业有关系 中共党魁28号表示 中共将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所谓全球南方一指开发中国家 先前日美引用美国智库分析报道 随着台湾520后新政府上任 近来北京战略转变 不再只是单纯寻求其他国家 对一中原则的政治支持 而是希望这些国家采取行动 能积极支持中共的统一立场 从5月底以来 湖北省各市县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继改名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引发舆论关注 网上有声音质疑 中国大拆大建的时代结束了吗 还会有更多城市和省份跟进改名吗 有网友妙姐说 着实没钱了 改大秀大建 为已旧翻新 市民更新 也有人直言 换汤不换药 改名运动而已 苏州日本母子被刺事件中 在同台校车上的中国籍女员工胡友平 为了阻挡凶手被严重砍伤 26号经抢救无效离世 当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将办起致哀 网友也纷纷悼念 不过日本人在苏州遇袭不止这一起 两个月前也曾有一名日本男子被割伤警部 中国网上传出 近一年来一直有人煽动 对在中国日本学校的仇恨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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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